您好弄点啥 哇 这爹 挖猪圈挖出来的 你倒了吧 别别别别到这 别到这 你倒地上吧 那我看着挺挺那个啥的 来慢点慢点慢点 我我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看看吧 行 哇 好多的 这得有一两千个 多少个我没出 反正我自己乘了呀 几十斤 几十斤 我的天哪 东西都是老的 不过你这铜板不值钱呀 啥呀 这不是银元啊 银元 对呀 谁跟你说的这是银元呀 谁跟我说的 我自认为 自认为是银元 对呀 埋在地下多少年 不忽乱不休 我跟你说一下啊 东西啊都是老的 你看这基本上都是民国的双旗铜板 这是铜的 我给你找一个秀浅一点的啊 你看看 你看这个 你看这是红铜 看到没 银元是银的 这是铜的 明白吧 你想着 估计花财了 再一个银元 比这个大点 你看这个上面啊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上面 荡字钱 二十文 这就是二十文的铜板 这可不是 这可不是银元 这银元厉害了 我看上面还画了 还有龙 龙 这是晚清的铜板 这个也是二十文的铜板 这东西确实不少 这也是 这时间长了 这是小的 这是当时文的 你看看 你仔细看一下 当时 当时 这就是当时的铜板 那这当时的铜板 这瓦子 自己不值钱 你不值钱 你得过价钱吗 你心里面想着 能卖多少钱 想着一个得一两千 我说一号发财了 一个一两千 那你这是 如果是银元 一个能卖一两千的话 那你这是绝对发财了 你这绝对发财了 问题是 这个是真不值钱 我给你估个价吧 可能跟你的这个 心理预期啊 相差甚远 像这我们收的 这个一个五块钱 五块钱一个 对五块钱一个 太五块钱一个 我都不用门了 我还装进来 装起来 那你 你什么价出吧 你就说 最多的 一百 老哥 那你还收起来吧 这个你要是一百块钱 一个 你要要了 我可以给你弄 我不要一百 十块钱一个就行 这不行 这我要不了 你卖这十块钱一个 还得是比这好点的 我觉得 这不行 这我要不了 你看吧 你再加点吧 再加点 你都这了 我也跑那圆了 我从湖北过来的 你从哪过来的也不行 不不不 听着口音也不像湖北的呀 这样 老哥 你看你都 你也说了 这确实几十斤 确实几十斤 你这弄过来也不容易 对 我也不弄过来 我一个再给你加一块钱 六块钱一个 你要觉得可以 我就留下 你要是觉得这个 那个啥 我就不要了 这价格没那么贵 价格没那么贵 我这炉费都花了一张钱了 那不管你炉费发多少钱 这个东西就这价 就这价 那我这高了 不能亏炉费 再回去再一千多 算了给你吧 给你吧 给你吧 我这 留下了 我气得痛猛 我知道我 那这样 那我下面就给你数一下数量 数一下数量 不是这价格高了 我真不能要 这就挺大的 我先数一数吧 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你帮我看看 这几块银元 值不值一万块钱 我先上手 瞅瞅啊 你再去看看 要 还都是老银元 三块龙羊 一块大头 我看看鞭刺 一眼开门的鞭刺 非常自然 你这银元 要卖一万块钱 我现在去需要一万块钱 留机事 这碰到事了 我想问一下 这银元 从哪来的 这银元 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 还泼过 就远赫他们连带 这也给我了 传家宝 传家宝 那一看 这就传了几辈了 对 传到好几辈 现在传到我这了 传到你这了 这是碰到啥事的 就要买传家宝 我有一个弟弟 这马上改结婚了 人家夏里有二十万 我都凑不够 二十万 我今天凑过十万块钱了 然后又假装 我这武警熟事 上头卖了 现在这时候 还缺一万块钱 还缺一万 你这个弟弟 是你娘家弟弟 还是婆家弟弟 肯定是我亲弟 我都这一个弟弟 我最疼疼了 亲弟弟 娘家弟弟 已经凑了十万块钱了 是的 这十万块钱 反正算是 我改了我说 就算是我们借他 借给他 跟你老公说了 这十万他知道了 但是我卖了五斤首饰 没给他说 五斤首饰 你们结婚的时候 对 金手镯金项链 金耳环 戒指啥的 都卖了 都卖了 那你卖那个 黄金首饰的时候 有没有 跟你老公说一下 这不关于他说 这给他说 他不是打架了吗 哦 别人结婶 他都不太同意 那你说 说实话 美女 你在做姐姐 说实话 做得非常好 但是啊 你说 弟弟有事了 本身也是喜事 是吧 该帮忙 得帮忙 但是咱得 量力而行 对不对 那你这个银元 这是你婆婆给你的 你也知道 这是传家宝 传了好几辈了 那给你的时候 肯定也得给你说了 让你接着往下传 对不对 那他给我的 就是我了 到我这儿都得 我手了算 我手传有传 我手补传 我就在卖了 那是那是 既然给你了 那肯定是你来做主 不管是往下传也好 卖了换钱也行 咱真是碰到自己 需要用钱了 那必须得卖了 那你这个卖这个银元 有没有跟你老公商量一下呢 肯定不能让他指导一下 这要是指导他 我要这个传家宝都卖了 跟他肯定得生气 那是 我觉得也是 因为不管这个传家宝是多少钱吧 这也是算是一份传承 也是老人给你们 包括你们孩子 一个念想 对吧 你说因为一万块钱 就把这卖了 确实有点可惜 那可惜也不行 我现在记得 就缺这一万块钱 我卖了 缺这一万块钱 我这样吧 我先给你咕咕价 好吧 好 我大概看了一下 有三块都是北洋龙 但是有一块呢 你看 这有一个住缺 这算是桑 然后另外两块啊 也算是流通美品了 包姜也挺好看 没啥桑 这一块呢 我们现在收的呀 也就三千 两块六千 然后这个带上的呢 能给到两千五 这个大头价格就便宜了 大头像这种 我们收也就一千一 这下来也不够一万 是的 九千五 你不能给我凑个整数吗 我凑不了 我建议啊 这些东西 你还是回去 先跟你老公商量一下 或者是让你老公 从其他地方 找这一万块钱 尽量别卖这个 我卖卖卖了 九千五就九千五吧 会说我自己 在上班里再凑五百块钱 确定要出手了 确定要卖 我都卖 我当年 不跟你家的人商量了 不商量 那行 那我就下面给你算一算 好 谢谢您 没事 没事 您好 想弄点啥 老板你看我收破了 收了这东西 直接不直接 收过那儿收的 这都是铜钱啊 看着 这个我也不铜 我当废铜收回来的 当废铜收回来的 这那也有三十斤 三十斤 我的天呀 我练一练练一练 那钱就能直说 我的天哪 这么重 那是真重啊 对 我看看都是哪个潮带的 好吧 因为这个铜钱 有贵的 有便宜的 我给你捏开 你给我弄开是吧 行行行行行 收不烂 现在都能收到铜钱了 这老人他不动 我也不动 咱只能当废铜收 对不对 当废铜收 对 我的天呀 下钱搞了 我也不敢用啊 哦 我的天哪 没事没事 我看看吧 我看看 我看看 先别弄出来 哎呀 这是黄宋 这都是宋代的铜钱呀 宋代可旧约了 宋代那距今好几百年了 那值钱 好几百年了 那值钱 值钱的话 我跟你这样说啊 所有的铜钱里面 就宋代的价格最低 是真不值钱 相继终 我带一百块钱一门 给不了 给不了 你这是 我看一下 我再看看 我看有没有其他朝代的 你知道吧 真要是都是这种北宋的铜钱呀 那就完了 这这真不值钱了 现在一个才两三块钱 一个两三块 对 一个两三块 那我也赚钱啊 那你是捡大肉 我只能跟你这样说 捡大肉 一个两三 两三块钱 对不对 一个两三块 你这是多少个 这那是估计 这一 多少个我没收 反正它变好了 再是东西 那我估计这斤 一袋子 一袋子 五斤 你看看大概一袋有多少 没事没事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我最初这带有千八个吧 一六 那千八个 你按隔以前来说 那就是一罐 一罐 对 一罐 一罐就是一千个铜钱 一千个 一个三块 那你 那你这就一罐的话 就是三千 对啊 那不是就三千块钱 对三千块钱 这我可赚大了 那你这要是总共几罐 四罐 四罐 四罐的话 那一万多 一万多 你花多少钱弄回来的 三十斤是吧 一斤多少钱 一斤二十 一斤二十块钱 十斤二百 那不是六百块钱弄的 六百块钱 对啊 我的天呀 你这赚大法了 这一万多的东西 这个不会是 他从哪弄出来的 他假的大花 有那些这东西了 这等于大花那些了 因为是这 宋代的铜钱 数量多得很 就相当于 现在的美元一样 因为宋代的铜钱 以前全世界流通 明白吧 所以他的铸造量 是所有朝代里面 铸造量最大的 多 老农民 在家里种地 或者啥的 有时候就能挖出来很多 他 攒的日积月累的 时间长了 就攒了很多 所以说不值钱 对不值钱 你现在还好一点 你可以前 四十八经 他就是当铜钱卖了 当铜卖了 现在呢 说实话 也股钱吧 有一定的价值了 涨价的 所以比原来 那个价格高了 我再仔细瞅瞅 那你算是说 我这个省 文赚五匹 六匹 你还挣一万 一万一千四 那反正是挣的不少 挣的不少 你别这样说 老板 这个我也卖 我回去问那老婆 那老婆说 他家里还有呢 家里还有 他没时间传 我的天呀 我给他说了 那你这 说实话 你这啥利润了 几百块钱的本 就弄一万多 他说 这要是好收的话 这样回头我给你当学徒的了 我给你当 也不好 打下手 那你不能叫我这饭 给我吃了 对不对 那行 那行 那到时候你收回来 到时候放我这 也可以 回家他有个杠 我叫那杠给你够了 他杠里还有呢 杠里还有 一杠 对 我的天 那得几百斤啊 那清净中的二百斤 我都不懂 那行 那回去你这样 有啥说啥的 人家老头老太太呢 说实话 挣钱也不容易 多少 给人家多拿点 行不行 这个你放银 这次绝对不会给他 二十一斤了 给他二五十一斤 反正我 你按多少钱一斤 那我管不着 这样吧 我先给你数一数 好 可以 好吧 因为数量太多了 再来下去数 行行行行 哈 感谢观看